對這個要配合光鮮設計症的 真的有可能搭配其他 我們有搭配過醫院裡面的 它賣台幣50萬 但是我們在開補充一種 都沒有感覺 可是它們兩個搭配起來就有效果 吸收那些波長 所以你看它會特別深 我們這個血管 這些血管的組織 針對某些紅外線的波長 吸收會特別多 所以我們就是利用不同的紅外線的波長 打到皮膚裡面 它穿透進去的時候 再用鏡頭把它截取影像回來 這時候看到的時候你會發現 雖然是黑白的畫面 可是血管的地方它特別的深 所以我們可以有一個明顯的對比出來 這樣可以協助護士知道說血管的位置在哪裡 那個小孩應該是選擇一個月的後 所以比較看腳的 那個就找很 那個老年人喔 皮膚比較皺摺 皺比較多的 或者是說那個血管啊 比較深層的 另外就是說血管比較細的 那小孩子血管比較細的 不容易找得到 用這種方式可以 開啟案例 然後選擇你要 然後就是腸牙的位置 或無線套板去做方式 大家都知道 傳統一模的話 你要裝上你的假牙 至少要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就是你的療程才會結束 可是如果我們有口內掃描記憶的話 我們可以在第一時間 就把數位模型取樣出來 傳遞到寄工所 那基本上它石膏模 寄送的時間就要三天 那其實這三天就可以縮短 那如果診所端又有即時加工系統 你有可能早上去看診 有可能下午就可以回來 把你的假要裝上 用手拿著 然後往上推就可以了 這樣嗎 這樣往上推就可以了 對 對 這樣就好 不,它很舒服,非常友善,沒有問題,全部都很好 所以,口罩的差異就是,它整個配戴器 要把整個面部都照住,它這個壓迫感,還有它的防護力 事實上是比較會受質疑的 那我們這個比照的設計的話,因為它的氣密性是百分之百 所以它的防護力就可以大幅的提升 而且它也不會影響到你的所謂的喝飲料、講話 大概都不會受影響 就是這樣,可以輕鬆的就拿起來 然後呢,就可以把它扣上去,就像一個包包椅 這樣就是很輕鬆的把它擠起來了 然後呢,把它扣上去,就像一個包包 那我操作過啦,蓋子打開,那你也不用自動用手去打開 就丟進去,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說我出去上班,那我可以設定時間 譬如說,我可以設定中午12點到2點之間,給它自動清掃 那它清掃完,它自動就回去它的回送站 就不必擔心這樣 戇λά Es 이것不會 instituts的 company 技術科目 那我覺得,那個人走 down 如果你一下就會讓人家走到這 turbine 就好了 我們我們以來給你